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微诚是慈亲澳洲议诊团队的发起人之一 如今牙医议诊服务已经遍地开花了 虽然微诚本身不是牙医师 但他能够帮助澳洲成千上万牙齿困扰的人 其实微诚小学毕业的时候就移民到了澳洲 在1998年的时候回到了台湾过暑假 朋友那时候就要运他去花莲参加营队 到了现场才发现跟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但他那五天迎对的行程彻底的感动了微诚 那时候微诚就感受到服务别人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 所以当他回到了澳洲布里斯本的时候 被其他慈亲邀约加入志工服务的时候 马上二话不说的就答应了 而微诚最主要的职责就是所谓的联络人 他要成为一个积极学习沟通的关键人物 包含去协调大家活动 还有带动年轻人 这个任务其实对微诚来说有那么一点困难 除了他不擅长表达跟延迟之外 加上澳洲地广人稀 接洽不同的人事物 其实交通往返都要好几个小时以上 澳洲有多大呢 以慈继人分区服务的范围来说 光微诚所属的布里斯本 要集合一群牙医朋友 一起去偏乡驿这件事情来说 就要搭好几个小时的飞机 抵达机场之后 还要开四个小时的车才能抵达目的地 然后在当地驻扎要服务五到六天 任何事都是从一个决心 一粒种子开始 这段牙医议诊的因缘 来自于年轻人的闲聊 那时候布里斯本的几个曾经就聚在一起 讨论着接下来要办什么样的志工活动 这时候就有一个牙医系的朋友就提出说 我觉得可以做议诊 这时候回程也觉得蛮认同的 可能会有人需要 他不止一次跑到政府相关单位去询问 哪里缺乏牙医资源 后来甚至问出了名气 就连卫生署的长官都听闻这群年轻人的存在 便主动地联络布里斯本的词清 告诉他说 的确有些地方是需要协助的 就这样子四名牙医专业的朋友 还有两位牙医的学生 以及可以协助资源的人 跑到了澳洲偏远的内陆村镇 大家到了当地的时候才发现居民其实根本不是没有钱或者是生活困苦才没有去看牙医的 纯粹是因为医疗资源分配不均 这里很多的人都是从事牧场管理 平常就很忙 都市就医其实交通就很不方便 使得含酒精自助拔牙这件事情在当地其实非常普遍的发生 如今有真正的牙医提供免费的服务 当地的居民超级开心的 辅老稀幼的前来 从那一次的议诊之后 就号召更多有牙医背景的朋友一起加入了 服务的地方三边海角都有 甚至连澳洲南方的小岛都有 当时连昆士兰大学的牙医系主任 也主动地来跟子晴要来一起执行难民议诊 我想完全没有想到 当初几个年轻人只是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讨论出来的行动 竟然可以成为这么大规模 以慈欣为核心的议诊团队 后来已经有超过上百位的成员 号召全澳洲牙医师一起来共襄盛举 回首这一切 威臣总是说 以前都没有将心比心地站在别人的角度来思考 好比议诊 当他当初以为有经济困难的人才有需要被服务 但其实每个人所处的情境都有所不同 现在他也学会了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 而志工服务也让他的心境更开阔了 任何事都是从一个决心 一粒种子开始 现在的他是澳洲布里斯本联络处的负负责人 就如同奎金钩一样 温柔而坚定地带动着大家 奎金钩的旅程 我们下次见 带动这些学弟学妹来参与这样子的议诊 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一件事情 不管是在平时 或者是在议诊的时候 都可以用一个非常慈悲的一个心 非常体贴的一个心 视病如性的一个心 来关怀我们的病患 在每一刻 每一刻 每一水 都污染清晨 轻柔这一种眼底长征 成日 烈花安收 温柔的心 轻轻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